今儿跟大伙聊一部泰国的恐怖片《鬼司机》 影片共分为四个故事 全部都是由真实实践改变 第一个故事名叫《湿火夜店的丧命教师》 新年前夜一家豪华夜总会里 挤满了前来循环作乐的湖南绿宇 铁锤和冲花这对恋人也来到了夜总会 这二位最近闹了点小矛盾 原因是冲花认为铁锤不像以前那么在乎他 铁锤则认为彼此都那么熟了 别再搞那些虚头八脑 既没有意义还瞎当务功夫 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 由于电线短路 夜总会里突然燃起了大火 当时的冲花正在卫生间里生闷气的 外面的火烧眉毛了 他一点不知道 火灾发生之后 夜总会里是一片大乱的 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踩踏时间 铁锤一看大师不好仨子跑 失魂落魄的铁锤回到家之后 开始回忆跟冲花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 一路走来四平八晚 基本上没出过什么差 虽然有关部门通过电视新闻 已经报道了冲花的死去 但铁锤依然不相信 甚至于还大闹了 为冲花设置的灵堂 从这些方面来看 其实铁锤还是很爱冲花 只不过在平时的生活中 忽略了很多戏意 缺乏表达 以至于让冲花产生了 自己已经不被疼爱的错觉 既然当初答应两人要永远在一起 那么铁锤自然也要兑现诺言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铁锤罩了自己的脑袋 来了一枪 不过神奇的是 这一枪对铁锤来说 根本不起作用 原来真实的情况是 当火灾发生之后 本来已经跑到门口的铁锤 为了救生花又返回了夜总会 最后两人双双划跌而去 也算是大团圆结局了 第二个故事名叫 死刑监狱的索命冤魂 监狱里有一名 穿红衣服的囚犯 莫名其妙的自杀 这哥们虽然被判了死刑 但入狱之后 一直乐观象上 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因此他的自杀 令人匪夷所思 狗胜因为杀了人 被扔进了监狱 等待着秋火困战 看着刚刚自杀的那哥们 狗胜一颇根 不停地窜两劲 典狱长说 当初既然有胆子干 那么现在就应该有勇气 面对正义的子弹 脑袋掉了 晚大的吧 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杀人犯 这自杀算怎么回事呢 被关进监狱之后 狗胜是寝室难安的 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头发也是大把大把的掉 算是彻底被吓尿 到了后半夜 对面牢房里出现了 一个穿红衣服的男人 跟之前自杀那哥们身上 穿的那件衬衣是一模一样 这个男人对狗胜的 所作所为是了如指掌 说了很多正能量的话 直击狗胜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把狗胜扫得是无地自容 从本质上来讲 狗胜并不是一个坏人 虽然影片中 没有提起狗胜为什么杀人 但从这哥们自责的状态上来看 应该不是一个穷穷极恶的混蛋 第二天的一早 经过大德高僧的洗礼之后 狗胜突然发现 对门那位穿红衣服的囚犯不见 这个故事导演用了 晦涩的衣食流手法 感觉有点莫名其妙云山舞爪 似乎是想表达狗胜在 杀人之后的内心悔恨与冲突 而这个关押死刑犯的监狱里 常年游荡着一个主持公道的鬼魂 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干掉那些死有余辜的罪犯 第三个故事 名叫公寓顶楼的水象腐蚀 栓柱是一个 没有正当职业的小混混 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贩毒 由于物美价廉又无缺金短粮 因此留住了不少的回头客 包租婆正在屋里啃鸡爪子的时候 东梅敲开了他的门 说是要找栓柱 包租婆把东梅领到栓柱的房间 原来这个栓柱还是个聋哑人 身残之间自主创业的确不容易 东梅找栓柱的目的是想买毒品 但是他又没钱 想凭借自身还不错的条件 跟栓柱做笔交易 栓柱一看东梅肤白貌美大长腿 当时就答应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趁着栓柱出去送货 东梅开始翻箱倒柜 打算把栓柱的毒品给偷走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东梅终于在鱼缸里发现了栓柱藏的毒品 这姐们得手之后刚想仨子聊 没想到栓柱刚好回来 栓柱进屋一看 马上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两人在撕扯的过程中 东梅一不小心把毒品全给验 要说这毒品比P霜起跳还快 东梅很快就卸了菜 栓柱一看闹出了人命 当时就想要 为了防止被人发现 他经过深思熟虑 想出了一个超级脑残的办法 就是把东梅的尸体扔到天才的水箱里 刚开始几天倒是没什么事 可时间长了 随着东梅尸体的腐烂 公寓里的住户发现了问题 什么长头发 直接盖 碎入墨子 全都顺着水碗流出来 而与此同时 东梅也变成了厉鬼 一到晚上就会默默地 陪在栓柱的身边 把这哥们吓得是一阵阵的干探 好几天都没吃饭 包租婆找乌頤的龙套神 反映水质问题 这龙套神也是个狠人的 当着包租婆的面 把那杯发臭的水一饮而剪 这天包租婆彻底没词了 栓柱认为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很快就为东窗事发 于是他来到天台 打算把东梅的尸体给转移走 而这一幕 刚好被来到天台的包租婆给看见 栓柱为了杀人灭口 残忍地把包租婆推进了水箱 东梅一看那孙子太坏了 于是猛地把栓柱拽了下去 包租婆捡了一条命 而栓柱则被东梅给掐死 接到包租婆的报警电话 警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并把栓柱和东梅的尸体捞出来 看到地上躺着的两具尸体 刚刚喝过湿水的物业龙套事 当场就吐了 第四个故事 名叫便民旅士的肢解藏尸 秋菊是借店的一名舞女 生意不好的时候还坚持战尽 可是由于人老猪黄 加上身材走了样 虽然已经是白菜价 但还是很难拉到生意 自打米粉店被有关部门取缔之后 秋菊的生活水准是直线下降 饭都还吃不上 大头和铁袋是一对好机友 这二位晚上没事正瞎溜达的时候 一眼就相同了正在站街的秋菊 大头说你怎么戴着口罩 是不是感冒了 秋菊说疫情期间 我们都要健身自爱 谈好价钱之后 秋菊坐着大头和铁袋的摩托车 向便宾旅社 旅社老板金牙婶 是个性格古怪的女人 整天咧着个大嘴傻笑 也不知道这老娘们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进到房间之后 秋菊趁着大头和铁袋 去洗澡的机会 拿了大头的手机 就打断仨子聊 可这姐妹刚跑到门口 就给旅社老板娘金牙齿撞上 金牙齿说 我这旅馆曾经死过人呢 由于死得太惨 至今她的鬼魂还在附近游荡 秋菊说什么鬼啊事了 全是封建迷信 秋菊返回房间之后 直接去洗澡 大头和铁袋在这方面 都没什么经验 所以这二位一个比一个紧张 铁袋说 你先上我出去透透气 铁袋出去之后 旅社老板金牙齿说 有个女人曾经死在了 你们那个房间 那屋里常年的阴魂不散 老弟你可当心点喝饭 当大头正在热身的时候 屋里突然就停了电 秋菊本打算搬成女鬼 吓唬吓唬大头 然后趁机把大头的钱给偷走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从床下面渗出了鲜红的血液 然后女鬼顶着个白床单 突然就站了起来 把这三位当时就吓鸟 接下来所发生的诡异画面 把秋菊的三观彻底颠覆 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好兄弟铁袋 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铁袋蜿蜒蜒谢绝了大头的好意 严瞅着煮熟的家子要飞 那大头能干 就打算强行突破 最后被铁袋气里咔嚓一茬 闻讯赶来的旅社老板金牙齿 在跟铁袋的搏斗中是两败俱伤 这二位手拉手一起领了便当了 秋菊一看吓得是花子断颤的 跨上大头的摩托车就打算撒子跑 可惜踹了好几脚也没能发动着 秋菊一路跌跌撞撞的跑到了街上 拦住了刚好从这里经过的包租婆的摩托车 可这姐们刚上车 三个人就被一辆大可车给撞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天地之间有正气 不要违法和乱级 唯非坐在瞎户来迟早哪天嗝的屁